在旧约课程里,你会学到人类的创造与罪落,和圣殿恩道门的由来,学到什么是先知,也会熟悉服从、牺牲、圣约、亚伦、麦基喜德和圣旨等等的词汇,也会教导你关于犹太基督教律法,也就是回教律法的整体基本概念。 课程中会说明缴付十一奉献和其他捐献的原因,你会读到有关弥赛亚来临和福音复兴的预言,看到以来加显现他印证的权能,听到马拉基预言以来加将被拆遣到世界上,带来印证权柄的权要。 在福音进修班里,你会渐渐学习认识旧约,在基督教界几乎摒弃了旧约的今天,他对我们而言仍旧是耶稣基督的一部约书。 既然有些问题。 我们在这一部约的权要设定,这又是一个东西。 感谢观看